請教廖老師 你跟母娘結言之後 有沒有什麼比較靈驗的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 也是有 那我就是分享就最近的好了 最近就是說因為 我是從當兵退伍下來 然後就是有一段時間 之前學了道教的很多東西 學了大概三十幾年 學這麼久 對 你是職業軍人 對 那在職業軍人當中 我就有在學了 然後結果學了之後想說退伍下來 找個地方能夠做個服務 然後之前因為我說 我當兵的地方在斯坦 那隔壁剛好就是斯坦那邊的慈慧堂 那所以說就跟那個兵的慈慧堂的堂主認識 蕭蕭堂主認識 那後來我就 之前我就先跟母娘禀告說 有什麼事情 就是說什麼地方可以讓我去服務的地方 那我就是有這個想法 然後後來就是到了隔天 那個斯坦那個消堂主就打電話給我說 竹東慈慧堂現在有一個總幹事的職圈 你要不要去看看 我想說好啊 然後就經由那個消堂主的介紹 我就到了竹東慈慧堂 可是一個比較靈驗的原因就是說 我一到竹東慈慧堂的時候 看到一面的那個牆的觀音啊 跟我在夢境裡面看到的是一樣 就是說之前一個晚上那個母娘就是說 有一個夢境 我說這是哪裡啊 我也沒去過 你去竹東慈慧堂之前 你的夢境裡面有出現 對對對 觀世音 就是他那個外面的那個停車場的那個整個畫面 結果你夢境裡面 去了就剛好就在 在慈慧堂那邊 走得那麼巧 所以就自己走了這麼多年 就是說這種感應這麼強烈 還真的自己會滿驚訝的 對對對 就你竹東慈慧堂那個停車場那邊 那一面的那個 有一面的觀音像 我都沒有很多觀音 露天的 然後你去的前一天 你夢中的 實現的就是這個 對對對 哇這太特別了 太特別了